有个人就说到 你要写起生命神才祝福你 这个的确是真的 不过我要明白一件事 不是当你写起所有神才开始祝福 这样就不行了 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 耶稣说一杯凉水 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子 是不是最简单 你不做到 你求耶稣帮你 卸面你 求耶稣卸面 天上为你欢喜 所以耶稣教导有一个特色 也是我轻松得胜的教导 从圣经拿出来 就是讨神起悦 不是难若登天 只要你一开始悔改 你就说神啊我需要你 我不懂 我做不到 神就开始帮 即是说有个基督徒 开始说神啊我需要你帮助我 我不够智慧你帮我 我不够毁身 你帮我毁身 当我们看到神这么好 我们开始就是倚靠神 赞美神 感谢神 那你开始为耶稣做任何的小事 就算来到关心人 一起祷告 又后来为人祷告 那你开始这样做 神就喜悦了 神这个喜悦 这一点很重要 讨神喜悦 是不难的 其中一个教导 我放在网上 就是说你一亲近神 神就喜欢了 你一遵从神 神就喜欢了 一悔改神就喜欢了 一杯凉水神就喜欢了 你为神做什么神都欢喜 那我们就可以 就是说我向着方向去 那当然越毁身越好 那我来说 我是完全毁身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样是最划算的 为什么最划算呢 我不毁身是不划算的 就是我不毁身 譬如我帮神 就是侍奉神 就是侍奉一半的 那我就走不去神的路 那提升也不会去最尽 但是如果我听了神话 就越去得盡 所以我是很愿意 任何东西都愿意毁身 甚至我预了有一天 譬如真的要殉道 我都不怕的 为什么呢 我说不要紧 在殉道的时候 耶稣会跟我说话 他告诉你 不要紧 一会很快就会见到我 或者耶稣说不用怕 我一会将你拿走去 其他地方 那些人想杀你 不过我 也将你一声一声拿走去 或者神说 我有办法帮你 減轻你的痛苦 总之神会一定 因为他说了 碧巴的时候 你不用想说什么 圣灵会教你说什么 所以他都会教我们 在碧巴的时候 这样的心态 这个就是因典推动 跟从神是不难的 越跟从越蒙风 任何地方跟从神 神都喜悦 那这个因典推动 就不同律法推动 律法推动 你要毁身 你盯了十架了 你有没有把罪丢了 你有没有真悔改 你悔改了没有 你未悔改 神不喜欢 哇 这样 难若登天 圣经 耶稣是否这样说 耶稣说的话 总是说 你一尊重神 神就欢喜 神就喜悦 祂因你欢恩喜乐 我们只因你喜乐而欢呼 我讲这个教导 我也审查圣经 是否真的圣经这样说 圣经由旧日到新日 都这样说 你何必死亡 你回转 我用慈成哀缩 牵引你 我不会忘记你 苦人 焉能忘记 乞离 耶稣和耶路撒冷 说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你尝杀害 差归你那里才知道 但是 我想聚集你 好像没有 聚集小鸡 神经常用恩典推动 所以我这个 教导不是我 只是我教导 是恩典推动 但恩典推动 不是就是恩典 是去遵从神 遵从神的戒命 我发觉 是越做越兴散的 我想问大家 这里 有些都听了我的教导 一段时间 你有没有觉得兴散了 有觉得兴散了 请你举授 神不难 我希望大家 都活在兴散里面 你就不会说 好惨好惨 好了 那些完全懒惰的那些 那就是不悔改 就是明知道 行神的路 你懒惰 就是自己吃亏了 那这样的时候 他就一定收回个后果 但是你肯毁伸 一定是无福的 而毁伸是没有吃虧的 为什么没有吃虧呢 你有更多的朋友 更多同行者 也都日日有喜乐 一祈祷 神欢你我就开心了 那这个就会 有平安又喜乐 一步 在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